2023年,新一轮的殷宗即将开启 主打殷宗的浙江卫视将继续延续老殷宗天赐的声音第四季 同时推出了新的殷宗直奔道夜球 周深作为殷宗的流量密码,必然会成为各大殷宗的拟妖歌手 第二档殷宗是一档新形式的殷宗,名为直奔道夜球 有着王牌对王牌的设定,有着两位领队人,还有很多音乐小游戏 周深一位被唱歌耽误的综艺卡,上各种综艺都自带梗 有才艺,有实力的同时,还有强大的观众员 这样的性格与天赋,在直奔道夜球里就可以更加全方位的凸显周深的个人魅力 按照第二档音总的你要阵容来看 邓紫棋应该是一支队伍的领队,周深是一支队伍的领队 两个队伍要凭借音乐实力,音乐游戏等等方面对战博弈 每一期都有四位飞行歌手,最终让自己的队伍取得胜利 显然这一档音总足够总,天赋的声音是给观众呈现音乐舞台的节目 直奔道夜球则不仅仅是有音乐,还有娱乐,喜剧 所以第二档音总更适合周深 这两档音总你们更期待哪一档呢 周深可以说是我过近几年来 最火的年轻歌手了 凡是他演唱过的歌曲,无一例外都成了经典 周深用他的实力征服了一批又一批的忠实歌迷 深受大家的喜爱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生活中的周深 看看舞台上魅力四射的他 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呢 周深在采访中透露自己理想型女友 翻看以前的采访,通过多个采访发现 周深对女友的颜值不是很看重 反而对性格很重视 比如他因为自己比较纠结 要求女友要有主见 因为自己比较宅 要求女友要开朗,不要太宅 因为自己身高相对比较矮 为了孩子要求女友要比自己高 但是又不能超过1米75 还有要温柔一点 毕竟彬彬有礼很温柔的周深 甚至在一次的要求画出理想型的采访中 画了一个踢镜子的哪吒 也是笑不活了 比如说眼睛是大的啊,下巴是尖的啊,什么的 还是,问你不一样的 喜欢比你年纪大的吗 哦,不是,我也 我比较大,大五十岁 大五十岁 我觉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说你遇见他,你又喜欢他 你自己预设的 很多时候就有很多人预设的一些条件 后面发现跟他谈恋的人 完全相反的 就感情这东西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主见 因为我是天秤左 我经常犯都点不出 然后第二就是别太凶嘛,温柔一点点 人生已经够这么坎坷了 让生活稍微的温顺一点点 另一半 活着的 没有啦,我其实真的是 看对眼就行了 没有什么要求 对 你是严控吗 我是严控吗 相对来说不是吧 但如果长得好,那谁不要呢 那你生活中比较喜欢哪一种性格跟他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 就是 我觉得首先 一般一个人喜欢上另外一个人 都真的是那种 可能甚至可能会推翻你所有的预设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的人 就是你首先一定不能够太丧 因为丧会传染到别人 所以你要开心一点点 乐观一点点 然后 有主见 因为我非常没有主见 身高最好高一点的 因为毕竟我已经 就是身为我孩子他爹 我已经长寿过了 就身高不太好 整个环境 就真的是 要摸什么都是够不着的 所以他要比你高多少才行 也不用太高吧 就可能 一七五 太高了 太高了吗 对 很少看那个男孩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 等一下 我们那边导播间 怎么会笑出了声音 因为 就是你想想 如果一个一七五的 对吧 带着我 你比较很像姐姐带着弟弟吗 现在很流行这样好吗 就是很像小孩 就以前 当时我忘记是哪个朋友 跟我开玩笑 他说就是 我很难想象到你结婚那样子 我说为什么 他说如果是两个身高一样的人 很像两个孩子在办家家酒结婚 就两个人都票花童 因为花童说不定都比我们高 就那种情况 知道吗 所以就是 高一点吧 对 毕竟孩子的未来 在我手上 你喜欢有主见的 是因为你那种 我没有主见 对 因为我很难做抉择 但是我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 对 还有就是你喜欢开朗的女孩 真的很吵 你唱歌感觉那么甜 是不是恋爱了 我的天 我想 但是真的马油 没有 大家会说你的标准 不是各自高有主见 不过开朗吗 对啊 就是被逼出来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标准 但后面就是各种被他们逼 你会选择喜欢你的人还是你喜欢的人 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会选择我喜欢的人 因为我是男生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 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我一直都建议我身边的女生朋友 我觉得你以后如果谈恋爱 就真的要找一个爱你 比你爱得多的人 因为女生相对来说都会 就相对来说还是要 就是容易受伤吧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一个女生 找一个爱她 比她爱更多的人 生活会更幸福 而男生呢 相对来说就要 就可以稍微的挑战你 一个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而且你看刚好这两件事情 就相似相伤 就男生找到自己喜欢的 那个 然后那个女的 喜欢的那个份 又少于男生喜欢的那个份 所以女人也会很开心的男人 她喜欢的我的厉害还是喜欢的 女人也会很开心的 这两个都不再是我会喜欢的 我觉得我遇见我喜欢的那个人 不管是我连续酒都会喜欢 这个感情 这都已经太看演员了 对 然后你是觉得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所有才会被打破 对啊 请问你现在有遇到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真的没有 我说实话 真的满忧 对 而且我是挺羡慕 大家都成双成对的 就感觉所有的事情 都不用一个人去对抗 总结下来 周深对自己理想性的要求 是有主见 不要太凶猛 温柔 不要太宅 开朗 比周深自己高 你觉得自己符合周深的要求吗 周深工作繁忙 不是在录歌 就是在录歌的路上 别人谈恋爱 他唱歌 别人分手 他还在唱歌 不少网友称 周深也该往感情方面靠靠了 宝藏男孩 值得拥有同样优秀的女孩子 周深可要加把劲了